HELLO 我是烏龜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幾場部落聯賽當中所看到的精彩三星進攻 而且今天的進攻使用的都是完全不一樣的流派喔 第一場是鳥哥的進攻 他用他拿手絕活飛艇狗球 靠近五點鐘的外側下了氣球探一下陷阱 順便把外圍的迫擊炮打掉 然後開了攻城飛艇進來 這裡配合著隱形還有狂暴把大本營跟對方的女王都帶走了 接下來五點內外側的建築應該也可以讓這群超級法師給幾乎全部帶走 這樣子一來從六點進場的女王就會往左邊走了 大本營已經打掉了 不過鳥哥還是希望女王可以從七點鐘的這個位置走進去 所以他在七點的外側下了蠻王把外圍的建築物打掉之後 這裡用超炸開牆並且補了兩隻冰人進來 哇那這個女王應該可以活很久喔 八點的外側小王也已經進場了 現在援軍引出來看到了超級亡靈 這裡是丟了毒藥 蠻王再加上兩隻冰人以及毛毛應該可以幫女王坦非常久 現在小王這一側是下了隱形法術來讓他打掉靠近九點的一座火塔 但是接下來眼前的一個投石機小王竟然沒有趕快去把他打掉 不過我們的蠻王已經走到陣型的最中間來了 女王跟在後頭是非常的好 不過兩側的投石機都是女王打不到的 這邊有點可惜啊 小王總算是跳了過來打掉了一座投石機 然後這個時候狗球從四點的外側進場 後面跟上了大守護者 丟了加速 開了無敵 要讓這群氣球趕快把眼前的這個投石機給打掉 再從一點的外側包圍了一匹狗球部隊進來 這裡下了冰洞動住對方的火塔 十二點的內側還有天鷹火炮跟一些電塔需要處理 但是現在身上還有剩下一大堆的法術啊 這裡先丟了冰洞再補上加速 讓剩下來的這些氣球把天鷹火炮給帶走 這裡還丟了一個隱形 保護最後的氣球部隊活下來 大守護者還跟著氣球 再打最後的這個法師塔 好漂亮的收尾拿下了三星 這是鳥哥的拿手絕活啊 飛艇狗球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進攻 接下來是天天所帶來的煙花流 他真的是非常拿手玩這個流派 這一次的聯賽一樣是使用煙花流 拿下了非常多的三星 靠近六點外側用雷龍斷邊 九點鐘這邊是下了雙王 並且用嘲詐開牆 不過這個牆打開了之後 好像沒有人會走進去耶 現在七八點鐘開始要下主力部隊進來了 這裡是先下了一排氣球 然後跟上了飛龍還有龍騎士 緊接著會下出攻城飛艇 現在飛艇是從八點的外側下進來 打開了無敵之後 會讓飛艇安全的 飛到靠近大北營的前方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煙花部隊 到底帶走了哪些東西 看起來好像是把火塔還有兩隻英雄都帶走了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把大北營帶走才行啊 煙花流的部隊配置當中 是有帶了很多的冰凍法術 就是用在這個時候了 保護我們的超級亡靈 一定要讓他們把大北營給帶走才行 因為這樣子我們的飛龍以及龍騎士部隊 才不用冒著風險 飛過對方大北營自爆之後的毒藥範圍當中 現在小王從11點的方向進場 他的眼前有一個投石機 小王的技能還在身上 這邊應該完全不需要擔心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龍騎士部隊 因為大北營已經被打掉了 所以現在龍騎士還有飛龍 完全就是繞著大北營的外側在飛行的 不會經過大北營的上空 所以就算現在毒藥的效果還在的話 他們也不用擔心 這就是為什麼剛剛無論如何 都要搭配著冰凍法術 讓我們的超級亡靈 把大北營帶走的原因 這個煙花流真的是玩起來非常的華麗 而且非常具有觀賞價值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進攻 上一場是天天所帶來的煙花流 搭配著飛龍龍騎士 這一場是野豬所帶來的天女龍騎士 真的每一場的部隊配置都不一樣 野豬他現在靠近三點外側的地方 用法師在盲區斷邊 然後五點鐘這邊用寶寶龍球 也是來幫忙斷邊 女王打算要讓他從四點鐘的方向進場 但是在靠近四點的大本營外側這裡 是有一個火箭的 所以女王要先把這個火箭打掉 才能夠跟上天使 後面跟著的小白馬 先稍微保護一下女王 等到女王把這個火箭打掉了 再把天使給補進來 當然不要忘記要用氣球來探一下空中陷阱 好天使補上了 在這裡也面對到對方的女王了 哇這邊完全沒有用法術跟殺手 就處理掉了對方的女王 然後在五點鐘的這個位置 開了一個缺口 前方則是下了一個彈跳法術 要導引我們的女王往正行的中間跳 援軍引出來了裡面有殺手 在這邊丟了毒藥 先把眼前的殺手處理掉 再來打掉對方的這隻狗 還好女王還沒有站到前方 單體火塔的範圍當中 這裡處理掉了援軍之後 女王就要順利的往正行的裡面跳進去了 這個天女前戲打得有一點久 但是賦予她的任務也是非常的繁重 這裡下了狂暴 但是因為她被單體火塔黏上了 所以丟了冰凍 把單體火塔跟旁邊的投石機一起動起來 讓狂暴天女把他們解決掉了之後 主力部隊這個時候準備要進場了 再來兩點的外側下了蠻王 然後旁邊跟上了小王 要讓小王來處理對方的 欸不對啊 這個大粉銀還沒有醒 所以小王是打不到大粉銀的 龍騎士部隊從兩點的方向進場之後 現在在大約一兩點的外側下了攻城飛艇進來 並且打開大守護者的無敵 讓無敵飛艇飛到大粉銀的上空裡面 裝著的是隱密哥布林快速的爆本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龍騎士 能不能夠趕快把眼前的投石機給打掉呢 喔 是小王走的過來 搭配著龍騎士把這個投石機打掉了 而女王則是非常堅強的在旁邊開牆 手上還有剩下最後一罐狂暴法術 我們剩的龍騎士數量還很多 在靠近十點內側這邊有對方的小王 我們的殺手已經趕到現場來了 把對方的小王解決掉之後 最後一罐狂暴丟在龍騎士的身上 九點的內側這裡有個單體火塔 有沒有人來處理它 有 龍騎士趕到現場來了 吃著狂暴的龍騎士 很快的就把九點內側的單體火塔給解決掉了 現在是收尾的時間 女王開的技能總算是把牆給打開來了 最後跟著部隊一起收尾 哇 四隻英雄都活了下來 而且活了幾隻戰蟲呢 有沒有人看到啊 太厲害了 我們來看看下一場進攻 最後這場是Demon的進攻 用的部隊配置是雙龍蝙蝠 這裡指的雙龍是飛龍以及龍騎士 再靠近十二點的外側 下了雙王進來 蠻王看來是順利的走進去了 女王好像也能夠一起跟進去的樣子 哇 太帥了 先來一兩點的這個面 下了龍球部隊 並且在跟上了大守護者和龍騎士之後 馬上丟了一罐狂暴 要把眼前的這個投石機給解決掉 先來一兩點的外側 開了攻城飛艇進來 然後打開大守護者的無敵 我們來看看這個飛艇可以飛多遠 已經打掉了一座投石機了 現在飛艇順利的飛到大本營的旁邊 這裡丟了一罐狂暴 很快的就把大本營給帶走了 現在我們的雙龍部隊以及女王 被對方的援軍狗拖了一下時間 把對方的援軍處理掉了之後 陣型中間的火塔也打掉了 這個時候小王是從大約9點的外側進場 配合這一罐冰凍 把眼前的火箭以及多體火塔打掉 同時也在多體火塔的位置下了蝙蝠進來 手上還有剩下一大堆的冰凍法術 所以就算在七點外側這邊有一大堆的電塔冒出來 也不用怕 只要搭配著冰凍就可以讓小蝙蝠把他們全部都處理掉了 哇太帥氣了 這是一個扣下了兩個英雄技能 跟一罐冰凍法術的雙龍蝙蝠流三星進攻 太帥了 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在部落聯賽當中 所看到的精彩三星進攻 而且每一場進攻使用的部隊都是不同的流派 希望大家會喜歡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一次見囉 掰掰